所以亞棠說先前 來節目就分享過說 爸爸癌症過世的那個過程 其實燒光了你十年的積蓄 但是你也非常甘願 我奶奶跟爸爸接連癌症 對 但是奶奶跟爸爸是同時間 前後差不多一個月就檢查出來 那奶奶就一年就過世了 然後我爸爸整個看癌的過程 大概十多年這樣子 這個講起來 你不要講說 一個小女生 一個男生 碰到這種事情 都覺得人生這一關很辛苦 可是就像亞棠講說 你們家裡是 你從十六歲就開始半工半讀 對... 你們家境是... 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家是很窮很可憐 結果不是 是因為我叛逆 對 因為其實我們家 不是說經濟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那一種 就是我小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唸書 我爸是都會給我零用錢的 然後可是阿嬤就會說 自己說 賺錢很辛苦 要少買 那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自己去賺好了 我花我自己的錢 妳不能說什麼了吧 所以我十六歲那時候 是因為這樣才去打工 那我十九歲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就是因為 家庭環境比較辛苦 而去工作 我那時候在做展場的活動 我白天做活動 然後晚上在餐廳打工 我爸爸就是因為他工地生意 就是做失敗 然後我爸就很妙 是那天我正在燙頭髮 我爸說 喂 我跟你說三件事 我說 什麼 他說 第一 那個就是 爸爸那個電話 你去幫我把那個停掉這樣子 然後我說 然後第二 你在家裡要聽話 聽阿公的話 聽阿嬤的話這樣 好啦... 囉唆 你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 第三 妳爸現在要走囉 我說 她說 妳爸好幽默喔 對啊 然後我... 好清楚的指示喔 三點 我覺得他在跟我開玩笑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還很悠閒 然後弄完頭髮回家 我們家真的是全部工人喔 在我們家 因為我一樓是店面 全部工人圍在那邊 你爸爸是包商的意思 對... 然後他就全部的工人圍在那邊 然後就是叫我爸爸出來 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還很勇猛 這樣說 你們這樣是恐嚇喔 報警 對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就是白天接活動 然後晚上就去餐廳打工 因為我爸那時候有一些錢 需要付 然後還有標會 然後我... 妳扛起來的一些債務 債務是沒辦法扛 是真的太多 但是一些該付的 然後還有就是 家裡面的生活 我爸爸那時候標會 所以大約要付兩萬 小約要付一萬 那以前我爸爸會給奶奶生活費 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那以前這次爸爸在做 我現在好像就是他沒做 就換我做這樣 妳一肩扛起 就是這是 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是很多是那種 家裡的人會告訴你說 你是什麼大孫 你要怎樣照顧家人 那我是自己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沒有人講 然後我就自己覺得說 這個以前都是我爸在做 那現在他不在 是不是我要做這樣子 所以我就一路 一直從十九歲開始 都是兼兩三份工 所以妳做過面店小妹 對 我那時候賣水餃 賣水餃 還有夜市攤販小妹 對 然後還有去賣過火鍋 然後去英文補習班當助教 然後也賣過衣服 其實我做過還滿很多行業的 對 然後但是 最後我很固定在Lounge Bar 是因為它是最不影響我 白天接活動的一個工作 然後我跟你們講 最好賺的是什麼 百貨公司週年慶 因為週年慶有時候 他們需要跑單的公讀生 就是去跑結帳的 對 還有過年 那個年貨大街 我也愛那個薪水都比較高 什麼跑單公讀生 去百貨公司裡面 幫忙跑結帳的 對 給結帳 然後她就去幫忙結 因為譬如說雅然姐 現在跟我買 我談好了對不對 她就說那妳等一下 我們幫妳結帳 然後她就叫妹妹去跑 那我可以接待篤玲哥 對 我就不用浪費時 她不用離開櫃檯 然後妹妹還要幫忙什麼點書 換贈品啊 什麼什麼都跑來跑去 然後是先去幫她換那個折價券 讓她可以直接折底這些 大富人家 富貴的富 不會理解我們這樣子 沒有 我也是打過工 妳怎麼這樣 對啊 打過 誰叫妳有房子 百貨公司 我以前 我在畢壇 購船 妳知道嗎 妳當那個搖夫 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一支大獎的 對 這樣 你們客人坐在上面喝茶 你一個人滑 一個人滑 很大 很大台這樣 真的喔 船算什麼 算騷 騷 這樣 你 兩點金吧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五十塊 幾年前 不是 她幾歲了 四五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 我想說 什麼四五十年前 妳現在幾歲而已 四五十年前 應該六十年前 幾歲 我差不多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就去划船 賺那個 後來我打過 那後來就去辦舞了 跳舞 你們兩個都算 喜歡賺錢 我超愛賺錢 但她是負責家裡 我是愛存錢 不是 可是我那時候會 不知道莫名 也沒有覺得說 我是為了家裡賺錢 我就覺得 我就是要賺錢 我就是很喜歡賺錢 然後我那時候 還太害怕說 白天做那個展場的工作 錢太好賺 也不是 好像還是很辛苦 不是 就是因為展場的工作 收入比較高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怕說 我以後 譬如說我可能大學畢業 我要去當上班族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適應 就是一般上班族的收入 譬如說我去Saven打工 八個小時 可能一千多對不對 然後我想說 好像會覺得說 我以前賺錢 就是八個小時 我可以賺多少多少 所以我就想 去那個餐廳打工之外 然後平常直接有那種 零碎的兼職 我都去 是因為我怕 我就不能適應上班族 我想說不行 我還是要習慣這種 就是更多勞累的工作 沒有 所以你就 你早早的就體驗社會 所以你知道自己 是屬於業績 業務型的 對 我就是 就是很奴性 很強 這個就是一個框架 你年紀小小 你就說我要負擔爸爸 我要負擔奶奶 負擔阿公 負擔家裡 你的目標 你的責任 你的方向 可是到了 你說前一陣子 爸爸 奶奶都走過 過世的時候 你不用負擔這些的時候 忽然會不會 目標就空了 對 我那時候 這時候要 那個之前都是為家人 對 可是從來沒有想過說 為自己要做什麼 對 而且我那時候狀態 更可怕的是因為 有一些人是因為 你一直被賦予使命 就是你要照顧家裡 你賺錢要拿回家 什麼什麼 他是有意識的 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從小到大 是到我爸爸走了之後 我才發現 我是無意識的 在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覺得 我很喜歡賺錢 我工作 然後很快樂 然後我的重心其實是他們 但我沒有感覺 我就覺得說 我還是會跟朋友出去 吃東西幹嘛什麼 等到他們走的時候 我就那時候突然覺得說 我好像現在賺錢 也沒幹嘛 好像這個地球上落 突然少了我 不會有任何改變 然後沒有人會 就是沒有人會因為這樣 他可能沒有辦法生活 或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就算姑姑 可能也年長的時候 我還有哥哥 就我叔叔的小孩 我就是覺得說 所以沒有想過 你自己就對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 就是一定必須存在的 老師這也是那個 佛家講的我值 我值的一種失落 對 我值的一種失落 我那時候甚至於覺得說 奇怪 反正如果我現在開始 不要想說 我一定要買房子 或什麼的 你看人家那個流浪漢 他們是一個人保全家保護 不工作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問題是妳可以嗎 沒有 我後來就 想一想說 好像也不對 其實我開始去上課 我後來開始就是去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 心情整個狀態不好 然後除了看醫生之外 我覺得就是看醫生很重要 就是正常的 你一定要 你如果心理的部分 沒有辦法去那個的話 因為我那時候 甚至於到失眠 沒辦法睡覺 然後我就是看了醫生之後 我那時候就很愛聽那個大眾占卜 我就去學塔羅牌之後 我才開始去找到說 其實好像你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去學習 或是去做一件 你很喜歡的事情 在找自己的過程 對 然後我就開始充實自己 像我學了玩塔羅 然後我最近又開始規劃 我要去上那個 皮拉提斯的證照班 很棒 很棒 就是 對 然後就又是想要賺錢 你知道皮拉提斯教練很錢 比一般電證教練高 真的嗎 對 對 一般健身教練 一千多一對一個小時 然後皮拉提斯還可以收兩聲 前一次張本宇也是拿到證照 我看了那個新聞想 我要不要許下這個月 算了 好累喔 還要賺錢耶 它是瑜伽 跟皮拉提斯又不一樣 但是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第一個 覺得需要運動維持體態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它很好玩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 好